慈济志工在中国大陆江西宜春的爱心助学已经有14个年头 与这群孩子就像家人般相处 今年年初举办了为期两天一夜的江西禁思生活营 总共有183位的学生参加 有的学生年年参加有人是第一次接触 志工从行住坐卧让大家感受到慈济人文以及大爱的精神 这群孩子也分享自己很幸福 心灵很富有 还有人响应竹筒岁月 日日存钱也日日发好月 我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 然后自己的心胸能够放得更宽 没有什么是能难到我们的 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像自己一样 改变从这一刻开始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闪耀着行善助人的热忱 用笔也用唱的 此时此刻你 我的心紧紧相细 师兄姐从行住坐卧仔细教导这群孩子认识慈记人文 发放助学金 一个深深的拥抱 一切尽在不言中 让江西一春的学生特别感受到幸福的真谛与大爱的力量 两天一夜的禁私生活营 有人年年参加 有人第一次接触 这群学生或许家庭经济并不宽裕 有了至公至爱让他们心灵富有 更愿意发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幸福的力量相互感染 活动结束有志工感动地忍不住掉泪 因为看着一颗颗扇的种子 生殖在这群孩子们心中继续发芽茁壮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公江西综合报道